好的 镜头转到英哥来看到英哥区的东莺里 是利用市民活动中心的顶楼来开辟开心农场 除了可以落实节能减碳的环保做法之外 他们所举办的共餐活动 志工妈妈也可以到顶楼来献采新鲜的有机蔬菜 来为阿公阿嬷吃菜 市民活动中心的顶楼平台上放置了一块块的小花圃 里头种的不是花花草草 而是大家所食用的各式蔬菜 这里是东莺里里面最引以为傲的开心农场 环保局现在在推展的绿屋顶 绿屋顶我们就想到那是不是在种菜 因为刚开始不是讲种花 因为种花没有人看 在楼上种花没有人看 那我们就种菜 刚好又配合我们的老人共餐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菜扒下来 变成两用 就是很多种用途 东莺里去年获得五星级环境维护认证后 今年特别利用顶楼的空间开辟了开心农场 耕作的水源就是回收鱼水 在志工的细心照料下 每一种蔬菜都是绿油油的健康模样 而且志工们还想出宝特瓶搅水法 任何时刻都能随时为农作物来灌溉 如果人家出来没有人 好像社长的雨 所以我就用宝特瓶 给它蒸水 给它刷看 噢不错 我们真的有几天 有缸两天 所以我们这样的小水 니 Hat 又高齊又很好 有了这一片开心农场 志工们顶着烈日除草洒水 乐在其中不怕辛苦 而且种出来的这一些新鲜蔬果 则是成了共餐上的桌上佳肴 让他们更有成就感 是环境整洁看起来美观 而且我们又有收获 我们共餐都摘自己的菜来用 又没有农药 又没有毒 又没有什么 就是非常有机的 这样子最好的 觉得说来这边 大家这样子志工做得很高兴 又第一又美观 第二又老人共餐 非常实用 又没有农药或一些什么 这样子把来吃 真的吃的 大家都说很棒 要经营这一片开心农场 里长陆续还有计划师 做绿维里的设施 慢慢的让农场的规模越来越大 也让更多人开心在这里 享受乡村农作的乐趣 中江新北新闻 英哥采访报道